是不相干 但是很重要 现在这个社会 一般人 病痛很多 这病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要如何怎么样把病苦脱离呢 这一点很重要 虽然是题外的 但是相当重要 也跟今天我们学的这段 观一切发苦 这个也有点关系 我们怎样离普得落 首先要晓得 病的因 就是三度 如果再加两个字 五度 谈成吃慢 移 那个移是什么呢 对于圣贤人都去怀疑 那你的 有苦头受了 对佛菩萨的教会怀疑 对恐梦怀疑 那你的苦头就吃苦 你就注定了 所以大乘教里面讲 义 就对佛菩萨 对圣贤人的怀疑 是菩萨最大的障碍 障碍什么呢 障碍经济 菩萨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办法再向上提升 这个疑障碍多大 把他说出 根本烦恼 我们不能有怀疑 不但对圣贤 没有怀疑 对佛菩萨 没有怀疑 对于一切大众 有很多 我们智慧来间别 他对我们的劝告 我们想想这个劝告很有道理 我们要接受啊 对有好处啊 不要认为别人讲的话都是坏话 不一定 好话很多 你要用智慧去间别 对我们真有利益的 我们一教奉献 感恩的心来接受啊 也许眼前好像没有 但是利益在前面 往后有利益 比如说有人劝我闭关 好是啥 我求之不得了 我懂得 问题在呢 不全部有缘分 到哪里去闭关 什么人能够护持我 闭关越来越久 我一出家就想闭关 那个时候没有条件 我向李老师请教 那时候有云 有一个居室 他有一栋房子空的 在山上 环境非常幽静 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建那个房子 是独被警报的 那是美国飞机场上的轰炸 他的房子后头有一个防空洞 战争结束之后 他们搬到城里来住了 房子空的 是一座很好的日本式的小洋房 他希望我去住 他供养我 我这佛报很大 我就向李老师报告 老师说 老师没有说 可不可 没说 他只告诉我 古人闭关 是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是他修学功德成就 我这一步 我这次会认为 你会认为 我数据 你会认为